有朋友問Tesla回到一千元那邊 可不可以吸納呢? 首先離身了 這個基金是持有Tesla的 這個OK 先離身了 而第二就是 阿德登離身完之後 你當我是純客觀的 這樣去回答的 我自己當然會支持Tesla 其實我都會強調 其實最近Tesla經歷了調整 也和主席Eron Musk 它暫時是要沽貨 是為了交稅一定有關係的 所以變成股份 我會覺得就是 每次回到比較高的時候 人們就會看著說 其實前景仍然OK 份上就會買上去 但是一夾到稍微高一點的時候 有些人又會擔心 浪得太高 讓Eron Musk 好像抬招抬高 給他高價出貨 好像很甘心 為什麼不幫你抬招 不如沽下去吧 形成了那個所謂上落的格局 再加上 其實近來那些理由 或者借口 通脹那些恐懼 或者是對一些成長類的股份 或者泡沫型的股份的撒跌 也都會有一些情緒性的波及的沽本 會通擊Tesla 暫時抗擾 對於我已經解釋到股份 試完一千塊又試一千塊 其實這些都不出奇的 就算你說有一兩天 打穿一千塊 收市收到九百五十的 或者九百六十的 其實這個%的上落 你下去不好的 這個OK 所以就是說 不要對於Tesla 我覺得倒過來是 你當我基金 因為有它也好 維護它也好 或者你覺得我客觀也好 這個 我自己覺得就不需要說 因為一千塊這個價位 就算買了失手的 就覺得好像很緊張 那些紙捲位很緊張 我覺得又不需要的 那些紙捲位很緊張 我覺得